我去这几天到底是怎么了 一直把我的视频推给一些不合适的人呀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做了什么商店害你杀人放火的事情 莫名其妙的都不去骂吴亦凡了都跑来骂我了 竟然连我捐款的事情也有人拿出来骂 到底这些人是怎么了 吃了炸药 反正他们那些人呢也不会关注我的 所以呢就算我骂他们他们也看不见 也不会特意来看 我用我能够表达的语言来跟大家分析分析 这些都是些什么人 这些人大致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就是老生常谈了 动不动就在下面含保姆的那些男的女女 我猜想啊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吃爸爸的来长大的 他们一定不是妈妈生的 一定是爸爸曾嘎吉我你生出来的 但凡是喝过蒙乳的 但凡是吃过妈妈喂的饭 但凡是吃过妈妈煮的饭 但凡是是母胎生的母胎养的 也不至于把一个女人说成保姆 他们都是嘎吉我生出来的 所以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母爱 很悲催的是 这些人竟然有老婆有子女 那他们家的老婆难道 只是个摆设吗 不用做饭 不用洗衣 不用带孩子 不用养孩子 不用生孩子 不用陪老公睡觉 像菩萨一样供着 那些说这种话的女人 难道她就是这种菩萨 要是火在美颜里出不来 我能理解 但是火在幻想里出不来 我真不能理解 就算他们是我母娘娘 他们嫁了人不是还要生孩子吗 不是还要来孩子吗 不是也要伺候人吗 难道不用 如果不是智障 应该都需要的吧 是 他们可以不需要尊重我 可以随便骂 随便说 如果他们也是量身的 太阳的 多少应该尊重一下 身边的女性吧 这样装能作哑 自明清高真的好吗 第二大类是什么人呢 就是自暴短小男 他们通常都会说 找老外就是为了要找大的吧 你说 他们要是自卑 说自己小 那就算了 他这样说 好像是全宗人都很小 大人还好了 大人有分辨能力吗 你说 要是小孩子看他多不好啊 小孩子没有什么分辨能力 而且小孩子本身就小 这些人是要误导小孩子 一生的自卑吗 觉得自己是比较小的族类吗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反正我是很不能理解 你说 他们自卑 自己太小 干嘛不藏着夜 这非要拿到大平台来讲呢 讲了又有什么好处呢 万一被他老婆看到了 还会发现 哇天外有天 那他老婆会不会觉得 自己吃亏吃大了 再说了 他们的父母 把他们生下来带个爸 无非就是想说 传宗接代了 难道他爸爸妈妈 把他生下来 是为了跟别人比大小的 你说他们那些人 他爸爸妈妈也没有嫌他小 他老婆也没有嫌他小 他儿子女儿也没有嫌他小 本来大家也都不知道他小 他偏偏要拿出来说 还要大告天下 这是为哪帮啊 我希望在看我视频的年轻人 不懂事的那些小男孩 你千万千万不要被这些言论给误导了 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是一个短小族 那些人可能是真的太小了 不如牙签 才会这么自卑的 你们和千万千万千万不能被他们带偏了 不要长他人之气 灭自己威风 可以黑别人 但是千万不要这样黑自己 第三类 我不知道他们那些人是什么心态 嘴巴上骂着我们这些二鬼子 然后呢 他们的头像大多数是外国人 要不然嘛 就是举的英文名字 你要说他爱国吗 我看不出来 明明四四方方 漂漂亮亮的中国字 他不写 他就算是连网名 也要举一个英文名 头像 也要找一个老外的头像顶着 嘴上却在骂我们是二鬼子 邓伯东就扬言 叫我们不要回去了 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些国外的人 回去了是要去他家吃饭呢 还是要去他家做客呢 是要去抢他老婆呢 还是要去霸占他老公啊 凭什么 动不动就叫我们这些国外的人 不要回去了 他们是想给我们的父母养老送中吗 恨不出来他们有那么高尚啊 看到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能把你踩多遍 就把你踩多遍 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 想要我们在国外 多遭遇几次恐怖袭击 阻住我们身边的男人 都是暴力男 一开口就会说你已经不是中国人了 至于你是不是与他无关 你在国外 他就认定你不是中国人了 但是 如果换一个在国外混得风生水起的人 他们又是另外一种姿态 拿著名的大侦探来说吧 他们马上就变成仰视你 眼里有光 就差没跟别人说 大侦探是他们家亲戚了 我不是要拿自己和大侦探比 我当然是没有办法跟别人比 我想说的是 同样是两个跟他无关紧要的人 和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的人 但是他们就会把别人的光往自己脸上贴 然后来踩我们这些小平民老百姓 顶着外国人的头像 用着英文名字 然后大骂我们是二鬼子 既然那么讨厌外国人 那么讨厌在外国的人 为什么自己又要顶着一个外国人的头像呢 又要起着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呢 把那些那么不屑的东西非要贴在自己身上呢 第四类 我估计是那种不知人惊悸的小娃娃 当平台把我的视频推给他们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 我花了多少钱去买流量 哎 真的是不知人间疾苦啊 我可不像他们一样 吃饱了没事干 去网上到处喷 我有钱的话 我宁愿多捐一点给栽区 我也不会花那个钱去买流量的 平台随意推 我都被骂成这样了 如果我花钱买流量 我不是买更多的人的骂我吗 他们自己吃饱了撑的 还有我也吃饱了撑的 经常都有网友跟我说 不要去理那些人 死在网络暴力下的人还少吗 什么时候才可以停止网络暴力 我要是做错了什么 不是有法律可以惩罚我吗 为什么我被这些人网爆了 我稍微回应一下 就是我的不对呢 就是我小气 我不过大度 我很大度 当时要看对什么事情 我也很小气 当时要看我对什么人 我也看到了挨个去给那些喷子 解释的忠实的粉丝 然后粉丝也招来了一通骂 在那些喷子的心里 平台是他们家开的 只有他可以说话 只有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别人都没有权利 也有新来的善良的网友 说这都夫妻干了什么事 为什么评论区那么多怨气 然后有一个回复说 我也想知道 我第一次看视频 我看得一脸懵 对呀 我们这对夫妻到底是干了什么 为什么要引来那么多的怨气 也有比较聪明的小伙子 他故意真话反说 我看到这一条评论真的是笑了 他说美国人出生就是个错误 整个世界就必须只有亚洲人 美国人配活着配吃饭 大法是跟老外美国有关的标题 我必须进来喷一喷 我爱国啊 这小伙子聪明 他不直接去怼那些盆子 我呢 也偷懒好几天了 本来呢 想继续偷懒的 但是既然盆子们那么热情 平台又那么好 要把我的视频推给他们 去恶心他们 那我今天就再出一期 去恶心恶心他们 不是看不惯我吗 不是看我不爽吗 不是看到我就恶心吗 我又来了 我就是特意来恶心你们的 对 我发视频就是为了那几两白银 我要恶心着你们 然后还要赚着你们的钱 还要赚着你们的流量 还要让你们留下恶心的留言 你们越是不喜欢听实话 我越是要说实话 你们越是不想看嘛 我就是多懒 我也要爬起来发个视频 我就要恶心到你们吃不下 睡不着 朝思暮想 天天想要来骂我 我一点都不怕你们唾弃我 我就喜欢你们看不惯我 又干不掉我 爱喷的 喜欢喷的 见什么就喷的 都来吧 我都接招 反正不是你恶心死我 就是我恶心死你 既然我们大家都闲命长 那就一起来恶心呗 那些忠实善良的宝宝们 不好意思的 你你们一起也恶心到了 我是方姐 下次见